高雄三民區有一處人行道 從上個月底開始就有民眾丟棄矽椒娃娃 在路邊 那麼不少民眾經過的時候都會嚇到 想說怎麼有個人坐在角落呢 那麼也覺得不太好看 就用一旁戴清運的家具把他蓋住 沒想到經過山土耳颱風橫掃之後 矽椒娃娃下場更慘了 他不僅慘遭主人丟棄 還被掉落下來的樹枝給重壓 模樣相當淒慘 燈光昏暗走在人行道上 被角落這個身影嚇了好大一跳 一度以為有人露倒 凑近一看才發現原來是矽椒娃娃 行行好大半夜路旁看到這一尊 就怕突然轉起來對你微笑 矽椒娃娃被丟棄的地方 就位於高雄三美區建國三路上頭 各位君子們不用特地來找了 因為已經被環保池收走了 矽椒娃娃真可憐 主人不要了九月底被丟路邊 混在戴清運家具旁 起初附近居民認為不大好看 替下身消失的他穿上一條褲子 也用一旁床墊稍微蓋了起來 只是沒想到這次山土耳颱風肆虐高雄 矽椒娃娃身上的床墊被吹先了 還被掉落的枝葉重壓 模樣淒慘 被丟棄的矽椒娃娃 價格大約落在二至四萬元 算相對入門款式 但畢竟也不便宜 更陪伴自己許多夜晚 怎麼會忍心丟棄呢 矽椒娃娃價格有高有低 從細節處就能看出他的價值 兩三萬到十幾萬都有 這回似乎有人不曉得 該怎麼處置就隨意丟置 其實如果玩膩或損壞了 業者都有提供回收的服務 千萬別再這樣亂丟了 否則大半夜真的是要嚇死人 記者 劉啟文 高雄報導